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在火箭队常规赛德分榜上 有很多我们熟知的名字 如奥拉朱旺 姚明等 还有我们不太了解的上古大神 例如摩西马龙 埃尔文海耶斯等 但排在第十位的奥地斯索普 就比较特殊了 他既不是上古大神 也不是家喻户晓的球员 但他对火箭队做的贡献也不小 成名于国王 在火箭队登顶 84年22岁的索普 参加了这年的选秀大会 在首轮第九顺位 索普被堪萨斯国王队选中 精秀赛季 索普主要是打替补 机会不多 但表现精彩 出色的终结能力 不错的篮板球能力 成为了索普的赛场标签 赛季结束 索普的场军数据为 12.8分6.8个篮板 2.3个前场篮板 1.4个主攻 85-86赛季 堪萨斯国王队退出了联盟 萨克拉门托国王队进入了联盟 索普继续为国王队效力 这个赛季索普得到的机会变少了 表现不升反价 这对索普来说 是一个小低谷期 但是随后的赛季 索普一跃成为了首发球员 绑在索普身上的枷锁也打开了 可以让索普施展自己的才华了 在国王队主场迎战步行者队的比赛中 索普大展身手 砍下全队最高的20分17个篮板 此外还有两个 助攻一个抢断入仗 在索普的带头冲锋下 国王队赢下了比赛 结束了两连败 在对阵超英速队的比赛中 索普在进攻端 大杀四方 不断地冲击 带来罚球 让索普得了不少分 整场比赛 索普砍下 34分7个篮板3个 助攻两个盖帽 表现得很全面 但遗憾的是 索普没能为球队带来一场胜利 整个赛季 索普共拿下 48次两双 其中单场最高得分为34分 单场最多抢下17个篮板 单场最多抢下 10个前场篮板 赛季场均 18.9分10个 篮板2.5个助攻 精彩的表现 让索普在NBA中也小有名声了 87-88赛季 索普在上个赛季的基础上继续进步 赛季共砍下 49次两双 单场最高得分提升到了35分 赛季场均得分达到了20.8分 10.2个篮板 3.2个助攻 三项数据都达到了生涯新高 这个赛季 能做到场均至少20分加10个篮板 挣3个助攻的球员 除了索普外 就是巴克利朗 打出这么少有的数据 体现了索普的特殊性 在场上 索普的作用很大 88年休赛期 索普被国王队送到了火箭队 来到火箭队之后 索普成了二当家的 辅佐奥拉朱网 在奥拉朱网身边 索普在进攻端的压力少了 但在防守端 他要表现得更加出色 和奥拉朱网 撑起火箭队的防守 出到火箭队的索普 融入了球队 他终结能力强 防守虽不见于数据 但当他在场时 火箭队的防守很好 数据体现不出索普 在防守端的能力 赛季结束 索普交出了场均 16.7分9.6个 篮板2.5个 助攻一个抢断的成绩单 投篮命中率为 54.2% 在之后的赛季中 索普的表现一直很不错 贡献不少 而且稳定 91-92赛季 是索普来到火箭队后的 第四个全情出战的赛季 这个赛季 他用11.5次出手 便拿下17.3分 投篮命中率高达 59.2% 此外还有10.5个篮板3个助攻入仗 在全明星前 索普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与绝晶队的一场比赛中 索普客串了一把后卫 全场送出10次助攻 仅有3次失误 在做后卫的同时 索普的本行工作也没有丢 砍下16分 13个篮板3个抢断 助球队轻取对手 索普在场上的表现 终于打动了人们 索普成功进入了全明星 变成了全明星级别的球员 这是对索普这么多年刻苦打球的褒奖 93-94赛季 对火箭来说 是意义重大的一个赛季 他们在季后赛中 奋勇拼杀 成功登顶 夺得了队时 第一个总冠军 奥拉朱旺 作为球队领袖 荣获FMVP 作为球队二当家索普 在夺冠的路上 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轮 对阵开拓者队 索普在内线 积极拼强 进攻效率高 还有井上添花的船球 丰富了火箭队内线的进攻 分担了奥拉朱旺的压力 场均14.8分 2.5个助攻10.3个篮板 3.8个前场篮板 投篮命中率为61.4%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